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灰太狼已经很久没有来袭击我们了 唯一的解释是 他有更大的阴谋 阴谋 那怎么办呢 不怕 让我使出最近练成的杨家功夫一拳就把他打倒 飞羊羊 你看看 看你吓成这个样子 是懒羊羊 你这是要干什么 你要吓死谁 我觉得这样子睡觉就算碰上了灰太狼 他会以为我是一只狼就不会咬我了 我们不怕他来 如果他不来更让人担心 我倒是有一个永远都不用担惊受怕的方法 真的 什么方法 就是把灰太狼彻底消灭掉 那还要你说 那怎么可能做得到呢 有可能 我有一个神奇的宝盒 真的可以彻底消灭一切敌人的 真的 二十多年前我遇到一件事 当时我是北方羊群部落的一名信使 一次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 太好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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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要管家 救命 救命 年轻人 你救了我的命 真是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了 人家 你怎么会卡在树枝中间了呢 我看见呀 树后面有一棵灵芝草就想吃 没想到头伸过去就卡在中间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年轻人 为了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 哦 哦 这是我的家族传家之宝 我听说我的祖先曾经用它打败过无数敌人 现在就转送给你吧 哦 这怎么好意思呢 记住 有危机情况才能打开它呀 知道了 谢谢 后来太多事情要办 我都忘了这件杀敌武器了 这回我们真的可以消灭灰太狼了 对 我们可以主动出击消灭灰太狼 我去把灰太狼招来 我去把灰太狼招来 老婆大人 你就放心吧 我这手功夫你迷恋了很久了 这次我一定会成功的 老婆 还舒服吧 我这手功夫还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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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瞧你洗衣服 别生气啊 老婆 你在生病呢 我是被你气病的 跟你一起那么久 连点阳心味都没有闻到 这两天要不是你生病要我在家伺候你 我早就去把他们给抓回来了 特别是那只细痒痒 灰太狼 你这只食恶不剩 狼心狗肺 吃力破坏 臭民远养 死皮赖脸 衣冠禽瘦的恶狼 哎呀 老婆呀 你骂我的功夫越来越深了 不用动嘴唇就可以骂出这么多脏字来 高 实在是高啊 我没用骂你 哎呀 你这只不知好歹的羊啊 我不去找你 你倒来送死了 哎呀 灰太狼 有胆的 跟我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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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哎呀 老婆 好消息 好消息 我们终于可以吃到羊肉了 那帮小羊羔自动送上门来了 你这只蠢驴 我不是蠢驴 顶多也是只蠢狼 刚才他们 我听见了 你想啊 要是没有阴谋 他们怎么会无端端上门送餐呢 我怎么没有想到啊 差一点中了他们的圈套 蠢狼 怕死的胆小鬼 不敢来就算了 气死我了 不给你们点厉害看看 村长 我已经把灰太狼给招来了 怕什么 村长有神奇宝盒吗 只要狼一到 我们就打开宝盒把灰太狼消灭 到时候就天下太平了 对啊 村长 快把宝盒拿出来吧 对啊 神奇宝盒确实能打败狼 我忘了放哪了 不是吧 村长 你不早说 现在狼真的来了 我刚想说 你已经跑了 当年我回来后 一直没遇到需要用宝盒的场合 现在忘了放哪了 大家去找找吧 找到了 找到了 是我的 不好了 不好了 村长 我们找不到宝盒了 我记得当时藏在床底下 然后大扫厨放在厨房 然后又挪进厕所 然后有人来修厕所 然后就 看来我们不能指望宝盒了 我想到 在哪 我拿到垫床脚了 对 就是它 杀敌武器 只要打开就可以制敌死命 情势危机使用 现在宝盒在我们的手里 这下灰太狼输定了 不好了 灰太狼来了 再不开门 我就要攻进去了 开门 好 我们就出去迎战灰太狼 好 要面灰太狼 开门 快点开门 开门 快开门 开门 开门 他们难道老婆说的是真的 他们难道真的有秘密武器 我得小心行事 灰太狼 我们多年的仇恨该一次性了结了 什么了结 跟着说那么多干什么 打呀 看我的杨大拳 好 好 打得好 好 打呀 加油 好 打 打 加油 好要的 黑羊羊 村长 打开宝盒 彻底收拾这只牢子 加油 走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这里有字 勇气 有了勇气 就可以战胜一切 这是什么意思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包盒里根本没有武器 飞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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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孩子们 记住 有了勇气 就可以战胜一切 对 勇气 大家一起拿起武器 相变回太狼 打得惹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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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还没有用秘密武器还是先回家吧 吐死我了 救命 孩子们 神家狼 灰带狼是不是就这样会给宝盒里的秘密武器消灭掉 宝盒的武器可不可以消灭灰带狼这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凭着勇技已经打败他了 这只蠢狼还不回来 你这蠢狼 老婆 我差一点就抓住他们了 这首苹狼 这首苹狼